台灣人不應該上戰場 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OK 然後我就問 他不是打得贏嗎 支持和平協定人幫我刷一排起來 親愛的台灣同胞們 我們都是一家人 在文工方面 已經被攻擊了將近20年 而就解決百分 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架運8反潛機越過南海 勤進台灣東南海域 在雷達螢幕上突然消失 中國以搜救為名 封鎖了台灣海域 講哥 講哥 嗯 他們說國軍已經棄手了 解放軍在進門登陸了 社群媒體現在都在傳說 總統坐飛機逃走 什麼效率都不撥 太快了吧 台灣人不應該上戰場 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OK 然後我就問 他不是打得贏嗎 要是知道打不贏 我們才這麼害怕啊 要你上戰場的人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什麼叫做人間精神 他們等我們搞這種狀況啊 支持和平協定人幫我刷一排起來 所以大家認為說 武力工黨很遙遠 可是 這個中共在文工方面 其實對我們起碼攻擊了二十年 一般的百姓認為說 兩岸 所以會有戰爭 更遠都在台獨 都在民進黨 所以把票投給了兩百 讓他們主導了國會 這是政治戰場我們重大的失敗 兩岸要能夠和平 一定是要堅持是國與國 富不隸屬 這樣我們才受到國際法的保障 如果像馬英就講的 不能談兩國也就是兩岸 兩岸就要內戰狀況 內戰狀況如何能保持和平呢 所以這是我們在認知上不斷的挫敗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 距離武力攻擊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可是我們要正視 文工方面 我們不斷的失敗 怎麼一個反攻 我在努力 也希望大家能夠共同努力 那想問一下就是2.31 那曹新城鋪的部分 幫他大概投資了 我不方便幫他跳漏頭 資源的算蠻多的 一開始大家是跟我說 不會有人敢投資 但我在募資的過程當中 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因為大家都還蠻看好這部句的 設定是台海的戰爭 也就是中共軍演包圍台灣 那熱戰呢 是指他們的一個手段之一 他們真正的手段是 資訊跟間諜戰 也就是所謂的黃色滲透 所以其實戰爭已經開始了 我們都在面對戰爭的危險 爸媽 你要平安 陳立委 立委 等一下 我要留下來 我要留下來 拉下 親愛的台灣同胞們 我們都是一家人 現在組織消失 上午八十十六分 二十四秒 二十五秒 天啊 二十六秒 五天 二十三秒 一樣 三十四秒